多名遠景全副武裝 準備攻堅指導毒窩 拿著器具全力敲開大門 終於鋪門而入 警方巡視四周要嫌犯 通通不准動 19號下午遠景執行安居專案 持搜索票進入新北永河 這棟頂樓加蓋套房搜查 當場逮捕兩名男子 警方懷疑現場還有別人 衝到陽台才發現有一男與女墜樓 附近民眾聽到巨大聲響 都嚇了一大跳 墜樓的這對男女是情侶 當時準備要躲避警察逃跑 女生卻不小心從七樓掉下來 還撞破二樓的遮雨棚 失去意識 男生則是慢慢沿著遮雨棚 爬下來到二樓突然狡猾才會墜樓 兩人送醫後女生訊告不治 男生則是大腿骨折 原警也在現場發現毒品 經警方陸類搜索時發現二級毒品 安非他命 大麻及吸食器等章證物 全案醫毒品違案防治條例依法送辦 這一對毒鴛鴦為了逃命 不過生命危險從窗戶爬下樓 如今卻一死一受傷 還得面對刑責 華視新聞葉雲娜 張俊慧 新北報導 我是吳怡璇 想要跟我一起看新聞嗎 現在就打開華視的YouTube頻道 還要按下訂閱還要開啟小鈴鐺喔